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 功劳大道赏无可赏 想要火灭只有三条路 可惜年更摇都没选到输观点 像年更摇这种 把敌人全干掉 回来以后形势又这么嚣张 找死 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朋友 都一定会对年更摇留下深刻印象 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 曾经屡历战功 威震西锤 满朝文武 无不服其身勇 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誉 可谓春风得意 但是不久 风云骤变 弹和奏章 连篇累赌 各种打击接踵而至 直至被雍正帝销关夺绝 列大罪九十二条 四字禁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 最终落此下场 实在令人恶蜓叹息 那么 历史上的年大将军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 除掉这个自己曾经意为心腹的宠臣 年更摇 1679年到1726年到1726年是清代康熙 雍正年兼人 雍正年兼人 近世出身 官至四川总督 川沙总督 福远大将军 海北家封太宝 一本宫 高官显爵 急于一身 太运筹尾沃 驰骋江场 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乱世 帅清军平西青海 罗府藏丹金 立下赫赫战功 雍正二年1724年 年更摇得到雍正帝特殊宠誉 真可谓未及人臣 但次年12月 风云骤变 他被雍正帝销关夺绝 列大罪92条 次自禁 雍正初年 年更摇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 被师所设计重臣 年更摇虽远在边陲 雍正却让他参与朝政 在政务活动中 雍正常常征求采纳年更摇的意见 在佣人和励志方面 雍正给予年更摇极大的权利 在生活上 年更摇的手腕 必绑有疾及妻子得病 雍正都再三垂寻 赐送药品 对年更摇的父亲年霞玲在京情况 年贵妃以及他所生的皇子不惠的身体状况 雍正也时常以手欲告知 由于雍正宠信过分 赞欲过高 征询过多 致使年更摇权力膨胀 而年更摇骄横傲傲慢 忘乎所以 不守沉洁 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 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父恩人 年更摇的失宠和继而被整事以雍正二年 1724年10月第二次进京必见为导火线的 在赴京途中 他令都统范石杰 直立总督李维军等贵道迎送 到京时 皇将子流 交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 年更摇 安然坐在马上行过 看都不看一眼 王公大臣下马 向他问候 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 更有甚者 他在雍正面前 态度竟也十分骄横 无人臣礼 年更摇进京不久 雍正奖赏军功 于是京中传言 这是接受了年更摇的请求 又说整治阿灵阿 皇八字印寺集团的成员等人 也是听了年更摇的话 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更摇的一生不可谓不辉煌 但是他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轨迹 没能省时多事的把握好自己的人生 从而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完美的句号 如果说天时 地利 人和 可以促进一件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会出现奇迹的话 那么这三者同样可以毁灭几乎不可能毁灭的事情和人 年更摇的奇迹之时 正是皇上用人打江山 败迹之时 正是皇上坐江山 在皇帝亲自安排下众叛亲礼 恰恰其在历史的潮流之时 没有把握自己的待人皆勿施分寸 加入其可以急流永退 或者可以稍一收敛的话 还是可以名垂千古的 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像年更摇这样的 功劳大到几乎赏无可赏 就该杀了 年更摇要想自保 只有三条路 一条是养扣自肥 例如李承梁 一条是谢甲归田 从此归隐 不问世事 比如张良 一条是自污 表明自己胸无大志 比如王俭和肖和 像年更摇这种 把敌人全干掉 回来以后形势又这么嚣张 找死 本文系刀幕手札工作室原创精品 全网总曝光15亿次的优质MCN自媒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